以前是怎么做的 兰静问着 不外乎就是各部派官员送过去 十三二哥说的 再就是让受灾地区的官员来领人 不管怎么做 都是既非事又损耗钱财的 或许可以让这些人去做工 兰静想了想说 俗话说故土难离 好好的 谁又愿意在外面待着呢 不过是怕回乡之后 衣食无招 与其朝廷又派人又振机的 不如让他们去做工挣钱 像什么合工了 铺路了 反正是哪需要人 就让他们去哪 既有人管了饭 又能挣到钱 等他们觉得挣的钱足够温饱了 自然就回乡了 合工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再说这么多人 京城也没有那么多工 让他们做呀 十三二哥若有所思地说着 不过 这也算是个想法 等我与四哥 还有你阿玛商量商量吧 你见到我阿玛 兰静一边为十三二哥 换出门的衣服 一边叮嘱着 记得叫他多注意身体 防病的药也常备着 别放粥的时候 再备过了病气 好 我会跟他说的 要我也会帮他准备 十三二哥笑着点头答应着 临前 却又凑到了蓝静的耳边 说着 别忘了 等我晚上回来 咱们一起不正经啊 蓝静的脸 噔的一下就红了 我终于要成亲了 和赵家世蓝静 我前世的福尽 这一生又要陪在我的身边了 在十三二哥的前世 成亲之前 他并没有见过蓝静 而在这一世 虽然不能说是看着他长大 但是也差不多了 看着他从一个小小的女娃 渐渐地长大 看着他周边的一些事情 起了变化 看着他的性情 与前世不一样了 没有那么闲静 也没有那么温婉了 还多了爱跑神的毛病 行事间 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周全 可是十三二哥却觉得 这样的蓝静 却另有一分让人心动 他不像自己 是活了两辈子的人 而宫中又是最历练人的地方 前世今生 都是在那样的地方长大 对事物看的 自然要比他人分明一些 在前世 十三二哥会为了 黄阿玛的宠爱 而欣喜和骄傲 可是到了这一世 他却早就知道 那不过是黄阿玛 想借此来魔力太子罢了 或者其中 也有着对自己的喜爱之情 但这种喜爱太过薄弱 转眼间就可以将你打翻在地 其实也难怪 黄阿玛连自己亲手教育的太子 都可以断然废掉 更何况 他们这些磨刀石呢 十三二哥知道 黄阿玛和黄阿玛对蓝静 应该也是有喜爱的 只是这种喜爱 比起自己来 又要薄弱许多 这在他与大哥家 那几个女孩对上的时候 就表露得很是明显了 不管他们再怎么喜爱 不管之前 因为蓝静 而使得大清 有了多少的好事物 他们都不可能 会容忍他 挑衅黄家的威严 除非是蓝静 也成为黄家众的一员 但是蓝静 却不想进黄家 对这一点 早在他想被撂牌子之前 十三二哥就已经知道 只可惜 他却是不准备 如蓝静所愿 虽然皇家里的勾心斗角 他也不喜欢 但是不可否认 这个名头 也是一张保护伞 蓝静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若是他的名声 一直不嫌也就罢了 或许还可以窝在他阿玛 给他选的婆家里面 过清静的日子 可是他现在 在面上 却是比某些 皇家宗亲的女儿 还要得黄马魔 和黄阿玛的喜爱 当有一天 这份喜爱不再了 而诸如大阿哥家的 那几个格格之类的人物 在去为难他的时候 他要如何应对呢 他的那个婆家 会因为他 而去以皇家中人对抗吗 当然 十三阿哥 是可以帮着他保护他 可是 如果他嫁给了别人 十三阿哥再出面相互 可就不那么方便了 至少嫌疑 总是要避一些吧 所以 十三阿哥决定 蓝静还是做他的 嫡妇尽好 有了这个名头在 即使自己 依旧像上一世一样 被皇阿玛弃制了 最多也就是 听点冷言冷语 不会被弃得太甚 况且 他也不会允许 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只是这一世 康熙的态度 却让十三阿哥 有些疑惑 他明明已经不再尽力地 去表现自己的才能了 而是尽量地 如一个顽固子弟一般 成天地混日子 在读书的时候 也不很认真 那一把二十遍 能糊弄就糊弄 他知道 这是皇阿玛最不喜欢的 但他宁可一开始 就不被皇阿玛喜欢 总好过 喜欢了之后 又厌弃了 可是康熙 却并没有如 十三阿哥所预期的那样 对他失望之下 就放任他自留 然后 再随便封他个爵位 由着他去胡混 康熙虽然 多次因为 十三阿哥的不努力 不刻苦而训诫他 可是 却还是一如前世一般 每次出巡 都将他带在身边 只有他为了改掉 明妃娘娘早逝的命运 而找借口留下来的那两次 算是例外 再然后 就是救驾了 这是前世 并没有发生过的事 所以十三阿哥 就完全地没有准备 看到康熙 要掉下去的刹那间 他的脑子里 什么都没有来得及想 下意识地 就做出了反应 等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 人已经在水里了 而身边不远处 就是马尔汉 被人救上岸之后 十三阿哥 才从侍卫口中知道 自己居然 舍身救了架 又再看到花马 脱下外袍 要往自己的身上盖 还看到他眼中那 深深的担心和关切 十三阿哥的神情 就不自尽地 有些恍惚了 黄阿玛 你对成儿 到底还是有父子之情的 只是 当这份父子之情 再次遇到考验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会像前世一样 将儿臣从云端 打落到地狱呢 印祥并非勤学忠孝之人 而等弱不行约束 必将生事 不可不防 您可知道 您在我和老三 老十四的庆安折子上 如此的批语 是如何让儿臣痛彻心肺 冷透入骨 不 十三阿哥提醒着自己 不能再痴迷了 不能再痴迷了 无情罪是帝王家 自己已经活了两辈子 难道还看不破吗 能与四阿哥 有那样的兄弟之情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还要去奢望什么呢 若是黄阿玛 真的与自己 父子轻生起来 自己则是更要战战兢兢呢 自己在重生之后 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辈子 绝对不能再去当魔刀石 而老三 前世他那么喜欢 纪泰山的荣耀 这一世 就让给他好了 只是十三阿哥没有想到 他为了躲过纪泰山的荣耀 却引出了蓝静的情谊 这真是一个意外之喜啊 看着他不停掉落的 只也止不住的眼泪 十三阿哥上来不及心疼 欣喜之情就已经涌了上来 并由衷地感叹了一声 你这小妮子 总算是开了窍了 虽然十三阿哥知道 蓝静对自己是有情的 但看到他对马尔汉和关注的那种 在前世对自己也没有过的亲近和亲密 就很是有些心有不甘起来 琢磨着 要把蓝静埋藏在心底里的 很可能他自己还没有察觉到的 对自己的情给引出来 偏偏蓝静一看到他 就是一副谨守礼教的样子 对他的再三逗弄 也只是迎人了事 让十三阿哥暗叹不已 自己的附近在男女之情方面 也实在是太后知后觉了一些 好在蓝静听了四附近的话 放弃了自己被撂牌子的想法 让十三阿哥在宫中的安排 也少了份阻力 虽然还是有些小的波折 但最终蓝静还是被指给了自己 十三阿哥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至于自己额娘召蓝静进宫的事 十三阿哥并没有担心 蓝静本就不是一个召人讨厌的 更何况额娘又明白自己的心意 在选秀的时候 还特意让自己暗暗地指给她看 这回正式见面 肯定也是能相处好的 只是十三阿哥没有想到 却是田然闹了点事出来 因为前世这两个妹妹都是早妖 所以在这一世 她对自己的妹妹 未免多疼宠了一些 弄得他们俩的性情也就骄纵 但相对来说 田然比心然要稳一些 可是这次 偏偏就是势然对蓝静 表示出了些许的不满 不过十三阿哥也没有太在意 更没有因此而去训斥田然 因为那样 只会让她和蓝静的关系 更加的糟糕 想想田然应该只是怕 自己娶了蓝静 就会忽略了他们 那自己就多关心关心他们 找机会开导开导他们 应该就没有大问题了 说起来 十三阿哥也有后悔的事 早知道 就抢在以都里那小子成亲前 自己先和蓝静成了亲 管他什么姐妹先后 现在下晚了一步 就得等上三年 不过因为自己的一场病 得以在赵家事府中 与蓝静时常接近 又使得他表露出 对自己的情谊 也算是有了些收获吧 更何况 在赵家事府里养病 有马尔汉陪着分析朝局政策 有蓝静陪着聊天喝汤 有关注陪着活动筋骨 十三阿哥的日子 过得也可谓是滋润之急 只可惜 这般滋润的日子 却是住不长久 康熙回到京城 十三阿哥就得乖乖地 回宫去了 不过这次回去 倒是有件好事 就是自己终于可以 出宫见府了 只是十三阿哥有些疑惑 其他皇子们最早都是在大婚后 一两年才搬出宫的 为什么黄阿玛会让自己成为了例外呢 难道是因为自己成亲的日子比较晚吗 算了 不管是为了什么 这总算是一件好事 虽然是给十三阿哥见府 但一应事物却并不由他负责 他最多也就是 出宫的时候去看一看 再提点意见 至于人家采纳不采纳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 十三阿哥是皇子 而且还是受宠的皇子 说的话 总还是有些分量 只是他却没有过多地去参与 只要大面上不错 建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如果不合心 等住进去再慢慢改就是了 十三阿哥倒不是怕 说多了会招人烦 他只怕会引起皇阿玛的关注 话说回来了 真的要让他自己管 他也没什么时间 康熙一年到头 在京城里就待不了多少时候 每次出门 又必须点十三阿哥护从 本来这几年也都有四阿哥在 可是因为他提醒 为康熙庆贺五旬受淡的事 被迁怒发了火 就此没了再随行的机会 十三阿哥还记得 在前世一直到四十五年 四阿哥才重新地 有了零星几次随行出巡的机会 只是不知道这一世会如何 十三阿哥既连后续的事都记得 自然也是提早就知道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 不过他却没有想着要去改变 反正这件事也不影响什么 跟着出去的 魏贱德就一定是受宠的 留下来的也魏贱德就是失宠的 其实前世皇阿玛 总让四哥留守 魏贱德不是因为他办事负责 再有 事关四阿哥的事 十三阿哥也不想改太多 他怕管多了 会影响到四哥将来的称帝 四阿哥对这件事 当然是有些郁闷的 不过他事后想想 也明白自己是被迁怒了 也就如前世一般的不在意了 也如前世一般的 在给护从去塞外的 自己的信中夹了首诗 诗中提到了 以前一同在外的时候的约定 就是这首诗 居然让蓝静给误会成了情诗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十三阿哥想了想 那个时候蓝静的神情 就又好笑又好气 他虽然问得谨慎又小心 当时自己也没太在意 但事后再一想就明白了 这小妮子明显地是想到歪处去了 虽然说这个时候 有不少人喜欢南风 可是他居然敢把我和四哥 往那上面想 真是实实地该打 不过自那以后 十三阿哥每次见到四哥 心里就会暗自地偷笑不已 甚至还不怀好意地想象着 若是把蓝静的胡乱猜想 跟四哥说了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当然 十三阿哥是绝对不会说的 这只是想象着好玩而已 不过与蓝静的澄清可就不是想象了 那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在青天间选好了几日 十三阿哥身着蟒袍补服 先去给皇太后 皇帝 贵妃娘娘 以及自己的生母 敏妃娘娘行了礼 然后带着包括红段 仗鱼 内务府总管一人 官属二十人 护军四十人在内的卵仪未备仪仗 来到赵家世府上 在内校一行 登八时 巨石前倒 女官随从 前例仪仗 内务府总管 率署 及护军前后倒户之下 将身着礼服的蓝静 取回了宫中 府邸虽然已经建好了 但皇子的婚礼 却还要在宫中举行 等到十三阿哥与蓝静 将合锦酒喝下之后 义英的繁琐礼节 才算完成 屋中的暂时命妇 和执事们也都退下了 怎么样 累不累 十三阿哥笑着 看着蓝静 头垂得滴滴的 身子却坐得直直的 还好 蓝静小小的声音说着 什么叫还好 十三阿哥见蓝静 紧张的声音 都有些变了 不禁地笑逗着他 这还好到底是累呀 还是不累呀 十三爷 蓝静依旧没有抬头 只是声音大了些 也缓和了一些 还好就是 有些累 却不太累 却不太累 真的不累 十三阿哥继续问着 我瞅着这身衣服啊 好像是不太轻的样子 虽然有些分量 蓝静的头又往下低了低 声音又小了些 不过 气身 还是能够承受的 什么 你是说 你穿着他累 那我就帮你脱下来吧 不用了 蓝静吞的一下站了起来 向一边退去 真有这么害怕吗 十三阿哥笑了 他根本就没有动地方 我又不是老虎 爷当然不是老虎 蓝静这个时候抬起头来 脸上红彤彤的 爷是黄子 是龙子 怎么可能是虎 是啊 我不是虎 十三阿哥继续逗着蓝静 你才是老虎 爷是要说妾身 圣母老虎吗 蓝静似乎 也愿意跟十三阿哥 撤闲话 这妾身儿子 听着真不习惯 好像是四嫂在说话似的 十三阿哥没有回答蓝静的话 反而纠正起他的称呼来 以后咱们之间 就你我相称好了 有没有人 因此哪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